郭君南無借展廳王德路與同安船得電 儘算王德路相關的文部 行使世受重的遇刺網袍 王德路做到太子太保 這也是郭君南無借願泰國寺地名由來 這項得電是很有意義 在電堂中 郭君南無借車到樂高積木 也輸家黃彥智 用樂高積木道出樂高同安船 電燈期間從現在開始到10月17號 王德無就是嘉義太保人 所以太保不是不良少年 就是嘉義縣政府跟故宮南宴的所在地 他最高是當到太子太保 是清朝台籍人士最高的官位 而且他是當到水師提督 把民用的商船改成官方的軍船 就是同安最有名的同安船 變成他在掃蕩海盜 最猖獗的時候 用在掃蕩海盜 所以同安船的歷史跟王德路有很深的歷史 王德路跟嘉義的太保有很深的地緣關係 同時請大家利用這個時間 順便來看故宮其他的展覽 很精彩喔 另外讓他的三樓製品展示廳 從19號開始亦有全新的荒蕩 其中長舍展區設計出在明台的山塞人求地攤 和愛護有毒文回回景 鞋土蕩同位 一起出運 這一次王德路跟铜�ués 同安船的一個特展 其實的話圍畫也蠻久的 那从人中文物特展以后接着这一档 确实的话在蓝宴上我们蛮期待 跟地方的一个文化历史方面 这个蓝宴有更好的一些连结 电器从现在开始到明年的三月十八号 我们两次担电出三十九竞 国共受众的精选格秀摧尾 欢迎民众这位来参观 台湘新闻 范培宜 彩虹报道